词曲 李宗盛 心里面 要爱要有人当秋千 我一想你就只现在我的身边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冒起跑 太早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冒起跑 太早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冒起跑 太早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怎么办才好 夏天上橘子冒起跑 退役多年 依然想念我的生死兄弟 然而自责和愧疚 一直伴随着我 班长 好 我们该出发了 大家快看 现在到场的是 弗洛拉集团的创始人 花洪伟和他的长孙花明晨 过去 资料都靠在U盘里了 我会亲自把U盘 叫到花魂为首帐 你不是说外包保镖吗 咱们变成服务员了 班长 不要在意这些形式 你的魅力不会局限于任何身份 加油 我们支持你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 弗洛拉集团千金 花明月小姐 有请各位用热烈的角色解除明月的编练 花空伟先生和他的哥哥花明晨 首先有请董事长花空伟先生讲话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 前来参加我孙女的生日宴会 真是时光飞逝啊 当年那个老在我怀里撒娇的小丫头 转眼之间就长成大姑娘了 这些年我创建弗洛拉 就是想把世上最好的都给她 明晨 明月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在未来的旅途中 即使爷爷不在身边 你们兄妹俩也能够携手前行 妹妹 生日快乐 谢谢哥哥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人公 福洛拉集团小公主花明月为大家说上两句 各位叔伯阿姨 你们好 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感谢我的爷爷和我的哥哥一直保护着我 让我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 还记得爷爷一直都跟我说 我 班长 赶紧调下 喂 班长 班长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 你是谁啊 胖叔呢 胖 出现了 这 胖心 你 您的尊尊教会 尤言在 我一直都奉为归避 力求寻途守卷 我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人生的浓墨重彩 您的尊尊教会 尤言在尔 我一直都奉为归避 力求寻途守卷 我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人生的浓墨重彩 我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人生的浓墨重彩 香港本身上的语言 你才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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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为能对付 你明天 你也得ひ기도 你才能对付 你还有��들이 Ball 把年约都要 你也没有说 你还不用择 你判断了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 挖家大餐 感谢各位 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你们吃好喝好 爷爷 你别着急 我去找你 你把这儿打理好 其他不用管 行动失败 皇后卫已经离开会场 出行B计划 班长 皇后卫休息室在班巴 站住 这里是不允许任何人上来的 不好意思 走错了 怎么可能走错呢 站住 站住 快跑 我不就念过几个字吗 现在你们就会被承认打成了吗 为什么就对我这么严格 我都不嫌你们长的手 真是爱情我脑子疯了 我要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怎么跑这么快 到前面看看 什么破地方 没没 疯了 这是他有谁的房间 是 不知道 走错吧 对不起 黄小军 刚刚是个意外 我 胖叔 我不是胖叔 这是什么东西 班长 喂 黄小军 我真的不是 胖叔 黄小军 我怎么连你都要摧散我那胖叔 他们都嘲笑我 你听到了吗 胖叔 黄小军 你喝多了 带我走吗 胖叔 带我离开这里 黄小军 黄小军 你喝多了 我不得被嘲笑了 黄小军 我喝多了 小心 小心 带我走 黄小军你小心 喂 班长 班长 你说班长这么长时间没回应 他到底走近休息室门 你再调调 走 走 小心 我给你看看我的礼物 礼物 救救 救救 救 来这里 我的小包包 来 黄小 你不能开场 你不能开 把你找 好 我救救 我救救 傅家士 那 那 那不是 火把这小公主吗 我不要进去 小心 趁火打劫吗 那要结一顶结花红尾啊 吉他干什么呀 来 吉长安全带 我看 我看 我来看 车走了 车走了 走走走走 喂 班长 你们要去哪儿 车开慢点 去最新的万号酒店 我先开个房间 啥还开房 班长 咱们就把他 撑在这儿合适吗 问不出他家地址 等他明天酒醒了 应该可以自己回去的 那咱们的计划 是继续 还是放弃 我在说什么 走吧 吃面了 班长 吃一宵 东海啊 不是去找花红伟吗 怎么跑万豪去了 去开房啊 开房 跟花明月 花明月 是 是 是 花小姐她 漂亮不漂亮 漂亮 超级漂亮 那跟班长在一起 是绝配 顶配 天仙配 可以啊 秦东海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 深藏不落的人 厉害 飞哥 不是你想的 班长 好 你看 佛罗拉集团 正在给花明月 找家庭教室 所以呢 好事啊 先开房 再当家庭 起火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可以直接和花红伟 面对面 我觉得可以 以班长的聪明才智 当花明月的家庭 双生肯定 你压她 我不当着家庭 没有真的让你去 当她的家庭教师 你就当 是去应征她 不去 她是过来的 更年 对 不是 妻子 是 不 不 我 我 你要 你 我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机会见到华宏伟 华小姐 昨晚就是这三个男人 带你来开房间呢 他们让你看你就开吗 准确来说是您让开的 我是你们这里的 贵宾中的屁 那 登记用的证件是 您自己的身份证 麻烦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登记我的吧 好的 不 但是登记我VAP的身份证 那是你们的失职 如果要是被杀被偷被抢被失身了怎么办 华小姐这个 视频全部删掉 可是我没有 还有 你 等着被投诉 哼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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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把你帮忙 你帮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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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给我们留下多大的烂坛子 到现在 你哥哥还在帮你收拾 爷爷 就是因为觉得丢脸 所以我才跑的嘛 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还特意让公关部 帮你拟了稿子 您可别提那公关部了 我过生日 我就不能说点 我自己想说的话吗 就非得那么咬文嚼字 虚伪 坐坐 胡闹 我这么精心为你安排 就是要让你在大家面前 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我最好的一面 就不是那样的 我最好的一面 就只在你们面前 表现就好了吗 其他人我不在乎 你 我以前一直顺着你 你学习不好 我不逼你 就是想让你 轻轻松松地 做个小公主 有我和你哥哥呵护你 将来 再找个门当护兑 能够保护你的男人 所以 我才给你定下了 臣家这门亲事 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万一我不在了 就不可能 再这么护着你了 爷爷 您说什么呢 我不能再对你放任不管了 茗玉 爷爷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你能够接管弗洛拉集团 所以 从今天开始 必须到公司来学习 爷爷 您想要怎么惩罚我 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您断了我的卡 不让我出门 不允许我消费 我都能接受爷爷 真的 我都能接受 爷爷 我不能接受公司呀 您难道能眼睁睁看着 您把您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就毁在我手里吗 我的主意已经定了 我会找老师 好好教你的 公司不是有哥哥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比我多 我不喜欢多的事情 没有商量的余力 我不要 你收拾好了 到公司来见我 爷爷 我 爷爷 我刚才不就跟你说过了吗 我已经到了 到电梯了 我就是要让爷爷知道 无论他怎么逼我 都没用 你 秦冬海 秦冬海 其实昨天呢 你叫秦冬海 来应征家庭教师 那你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了 那你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了 我呢 是你未来的学生 花 明 月 传说中的 弗洛拉小霸王 明元界的草包 城市里不学无术 就只想着看帅哥 看到我喜欢的 我就直接 请你注意自己的行为 那不行 你看起来这么可口 不用做我的老师了 不如我们 加个微信吧 你又有时间饭花痴 不如多点时间审视一下自己 为什么成为别人口中的草包 你给我站住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华小姐 我真的很赶时间 是你的时间宝贵 还是我的时间宝贵 时间宝不宝贵 要看如何利用 宝尔科查金说过 人类医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为陆陆无为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羞耻 宝尔 可差劲 他差不差劲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冷笑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爷爷跟你说的 慎而出化 敬而微矣 吴不柔家是什么意思吗 我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解释 我知道不应该评论别人 但你知道自己不学武术 还沾沾自喜 别人说你草包 你还不思进去 每天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小公主 心里 却想了低级龌龊的事情 低级 你说 你说我低级 话不投机 再见 再见 再也不见 骂人不对脏子了不起 你也让我再看到你了 去查查这个人是谁 好的 我就说我不要来公司上班了 我就说我会搞坏你的公司 你非要给我请什么家庭教师 好 我就要试试看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请进 董事长 董事长 秦先生来了 董事长您好 非常抱歉 今天用这么冒昧的方式来接近您 但我今天不是来应平家教的 我之前在第一工厂的市场部工作 这个 是我收集了大半年的证据 足以证明 华明晨从去年开始 为了强行关闭和拆迁第一工厂 不付工人的遣散费 故意减少我们的订单 恶意地将工厂拖垮 逼工人们自动辞职 你怎么知道 关闭第一工厂 不是我的主意呢 第一工厂 是您在改革开放之后 从国家接手的第一间工厂 这样您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同级 可以说 没有这间工厂 也就没有今天的符合了 近几年 您更是拨砖划来复制工厂 这足以监督 您对第一工厂的感情 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的话都说完了 晚安 我们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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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一直以为您 是最爱我 最了解我的人 但这次 我对您太失望了 这些年 我创建弗洛拉 就是想 把世上最好的 都给她 算了 爷爷对我这么好 看到这个飞气风不可 还是再跟他好好谈谈吧 别跳啊 没 没 没有 喂 师宝啊 师宝 没有要跳 没有跳 你看 有人要跳楼啊 你们别误会 你们快点来啊 我 梯子呢 阿姨 帮我拿个梯子 阿姨 阿姨 我想聘请你 做我孙女的家庭教师 为什么一定是我 因为 我需要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来教导明月 她身边的谎言太多了 我知道你当过兵 担任过消防班长 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 才能够客观公正地 看待这个世界 才不会被世俗的权利 金钱和地位所绑架 董海啊 我不是以一个董事长的身份 命令你 而是以一个爷爷的名义 恳求你 喂 119 这里是弗洛拉集团 有人在天台腰跳楼 好 下去把器件准备好 做好防护措施 快去 好 别跳 别跳 很危险 我没有要跳 别出人命啊 放死 黄小姐 这样有点危险 我们下去再说吧 怎么又是你啊 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 我们先下去再说 好吗 谁想不开了 你以为你是谁 动不动就教训我 好 我现在不教训你 我只是有些事情 想要提醒你一下 以前我当消防员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女孩亲生 她也从这样的高度跳了下去 但她没有当场死去 她双腿着地 她的双腿 插进了她的腹腔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你吓唬谁啊 我不是吓唬你 我只是告诉你 你跳下去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的 就算你没有死的话 你的下半辈子 也会在床上度过 就算你不考虑自己 你也想想你的爷爷吧 你想他 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中谁啊你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跳了 我就上来看看风景 我 起开 丑流氓 小姐 董事长她晕倒送医院去了 小姐 爷爷 爷爷 爷爷怎么了 正在抢救 霓裳 我怕她怎么样了 病人颅内出血部分 堵住了脑干中枢 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什么时候想 现在还不清楚 已经转入到病房了 都怪我 都怪我 好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你说你 好端端的钢材 你怎么逞内出 你 这么不懂事啊 爷爷非要让我做公司的继承人 让我立刻就进公司学习 你说什么 让你做公司的继承人 这事是真的吗 小姐啊 从我进董事会年天起 我就知道 花总 才是公司唯一继承人啊 这个时候 你说董事长 要让你做公司继承人 这不太合适吧 人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所谓日久见人心 没准董事长觉得 明月更适合当继承人 苗总啊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呀 什么叫日久见人心哪 好了好了 那我爸现在还在里面躺着呢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这谁是继承人 还有遗嘱吗 经过几天的治疗 花总的病情趋于稳定 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无法主持公司事务 现今家属同意 提前公布遗嘱 立遗嘱人花红尾 将 弗洛拉集团旗下所有公司 以及个人 在弗洛拉集团所占股份 全部交给 长孙花明辰来继承 个人所有财产 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 立遗嘱人 立遗嘱时头脑清醒 未受胁迫 自主意愿 签字改章 花红尾 遗嘱宣读完毕 明月 今天大家都在 你要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提出来 是啊 明月 你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说出来 没错 叔叔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 都会帮你的 恭喜你哥 喜提董事长 我真怕你们把这个锅甩给我 我哪儿行啊 谁 现在在场的人都是见证人 继承人是他 跟我没有关系 看着明月平日吊儿郎当的 挥霍无度 关键时刻不争不抢 高风两劫啊 不像有些人 人还没咽气呢 就急着公开易住 进 怎么了 有人要找明月 是秦东海 你怎么会在这儿 秦先生说 他是你的家庭教师 你认识他吗 不知道不认识 没听过 花小姐 我已经受了董事长的委托 做你的家庭教师 你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 先是当着我的面羞辱我 没文化没智商 然后对我做出了那种事 花小姐 那天是迫不得已 我是救人要紧 你就说你做没做 我 我什么我 我看你就是心虚 哥哥 你这不知道 自从遇到他之后 我就开始倒大霉 这人简直就是扫把新本性 你快让他走 不然的话不知道 还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呢 秦先生 你说你是明月的家庭教师 但是我们人事部 没有你的入职信息 就算没有我的入职信息 也有我过来面试的信息 面试结束后 董事长让我直接来公司报答 我爷爷现在正在医院躺着 你一句我爷爷的话 就想让我相信你 你当我傻呀 明月的态度你看到了吧 而且你之前 是因为阻止工厂关闭 被集团开除的吧 后来还到处申诉 处处抹黑集团形象 还与集团作对 你这样的人 我爷爷怎么可能 让你当明月的家庭教师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你这人心机也太重了吧 秦先生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请回办 我是受董事长所托 除非他让我离开 否则抱歉 我会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我不能让别有用心之人 有机可承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听不懂我们说话呢 华小姐 你真的不了解现在的状况 我们花家的事情 不需要一个外人插手 骂我还想做我的家庭教师 做梦吧你 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哥哥 嗯 对了 我最近呢 要给合作方买点礼物 但是眼光不好 你去帮我置办一下 放心 交给我吧 买完东西之后 卡里钱都归你 爷爷那边 需要你多帮忙 说什么呢 哥哥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去了 拜拜 拜拜 哥哥就是了解 知道我的眼光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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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也帮我包起来 刷卡 不好意思啊 怎么又是你 你怎么阴魂不散的呀 华小姐 我现在是你的家庭教师 我有义务提醒你 现在这个时候 不适合高调购物 不然 会给自己招来非议的 你是在跟我玩诗意是吗 我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了 这是我哥给我的卡 我花他钱怎么了 我一没头二没抢的 除了你 谁会天天盯着我不放 那边不就有一个 别跑 你 你快点 你 站住 快上车 这就是你的车 对 上车 你 上车啊 你 怎么上去 先救一下 好了 我 救命 抱救我 你怎么做什么 姐 我不会游泳啊 没说的秘密 闷发在心底 你多少迷茫 充满意义 不耳和怀疑 都统统丢弃 我信心转到我的心意 把原因还有关系告诉你 你真心 你无不耳 无不耳 无不耳 遇见你促进步一斗惊喜 哦 baby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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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起车涨鱼 先生你未来里 爱情相逢 我是风筝 见你茉莉 飞香天井 心想小镇 鹿吹路人 看你是外人初下遇 我只是听 遇见你促进不一够惊喜 Oh baby 幸运才走停 试试你未来里 爱情像风光是风筝 见你茉莉飞上天际 是小小镇不只路人 看你是外人初下遇 好自常会鼓励 你不是听 欲见你促进不一够惊喜 Oh baby 欲见你促进不一够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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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见你未来里 爱情像风我是风筝 见你茉莉飞上天际 欲见你促进不一够惊喜 看你是外人初下遇 好自常会鼓励 好自常会鼓励 这么快